歐盟、美国、英国、加拿大宣布要制裁四名新疆官员 中方随即反制,施妄固事实 欧盟宣布对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四名中国官员 包括新疆公安厅的厅长黄明国 新疆政法委书记黄明珊 新疆新产建设兵团书记黄军正 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 以及新疆新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的实施 以及对新疆新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实施制裁 美国也宣布制裁黄军正和陈明国 另外两个人已经在去年列入制裁名单 这次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首度对中国实施制裁 什么呢 这怎么是首度呢 已经实施 因为香港问题实施过 这个是新疆来自哪里来自香港电台的 然后英国加拿大也都对中国实施 相约的制裁名单 中方批评欧方做法罔顾事实 也即是反制制裁10名 就是欧洲议会的议员和学者 相关人员和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 和港澳他们及有关的企业 和机构会被限制与中国往来 即是如果你们在外面的企业 做任何事 你的企业都不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了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的反制措施 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 起码我们看看上一任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 已经大家知道了 没什么好下场的